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12月20號 先跟大家看一則移民花生 不過這次未必那麼涉及英國、加拿大 講到一對移民歐洲的香港人夫婦 在網上發影片求助 說到兩年前他們的女兒在芬蘭出生 但是芬蘭政府拒絕為這個小朋友做出生登記 導致女兒沒有任何身份證明文件以及護照 一家三口就被逼逼逮留歐洲 沒辦法離境 去到今年的12月5號 一家三口在瑞典被警員折查 被搜出一些現金 就大概是兩三個月的一些生活費 因為沒有居留證件 三人被捕 瑞典警方就指控他們洗黑錢 將夫婦兩人單獨囑禁 之後就轉移去到移民局扣留中心 兩人隨即就向法庭成功申訴 移民局就遵法庭命令釋放兩人 獲釋之後兩人就自行前往當地的難民臨時庇護中心 但是這一對香港人夫婦兩歲女兒就被送往社會福利署監護 任信全無 處方就拒絕他們去探訪 也都不允許視頻通話 瑞典政府給的書面理由就是說他們無法證明他們的女兒是他們的女兒 而這一對港人夫婦就要求做DNA的親子鑑定 但是對方政府又沒有回應 這一對港人夫婦目前已經試過各種的司法程序 向多個政府部門申訴 但是都徒勞無功 無奈之下他們就嘗試拍影片發到網上 希望網民關注 用輿論壓力促使瑞典政府放人 可以讓他們一家三口團聚 在視頻當中這一對香港人夫婦更強調 如果用BNO護照的話 英國政府是不會幫忙的 他們曾經請求英國內交部協助 為女兒做海外出生登記 但是遭到拒絕 他們上訴去到英國高等法院 但是法院就指因為他們沒有英國住址 判他們敗訴 他們不禁發出警告 說到BNO子女起外地 只可以自求多福 這一則消息相當爆炸 惡案情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有些網民 就是講的話 是 不是那麼好聽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有攻擊性 這些我們就不討論那麼多 有一些網民說到 我雖然是有兒女 都非常緊張你們女兒的情況 不過我聽了幾次都沒有辦法聽得明白 為什麼會完全沒有女兒的出生證明 難道你們是在自己家裡生她出來 就算任何國家的醫院 包括在大陸都好 任何嬰兒出生都一定有證明 只要你有一樣基本證明 法院就會接納你們是這個嬰兒的父母 監護權就只可以判落你們手上 但問題如果你們什麼證明都沒有 好不如試想像一下 如果有兩個男女帶著個小朋友 說是自己親生的 而沒有任何證明 試問哪個國家政府 會相信這個小朋友 是該父母的親生兒女呢 所以當地政府 在你們完全缺乏證明的之下 判這個女兒 被政府保護是情有可原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 證明方面 有些難聽的話都是攻擊她這個點的 那那個樓主是有回應的 就是是的 那個女兒是在家裡出生的 但是他也都強調 在大部分國家都是合法的 他也都有列出一些連接出來 還有他也有說到 小弟是已經允許DNA驗證的 但是處方就一直都沒有回應的 那Simon這裡多說兩句 就是對於一些攻擊性的說話 當然有人就懷疑這對夫婦 是不是有些其他隱情 特意不說一些對他們不利的事 都不排除 最主要就是當初他們 為什麼會停留在芬蘭 用什麼身份停留芬蘭 就是這一系列的疑問 他們其實沒有說到 但是我也都Simon這樣提出一個疑問 就是 在這種情況下 做一個DNA測試 是不是很貴呢 就是整個事件 現在政府就要去處理這個個案 涉及不同的人 甚至乎都有說到 社工跟他們溝通了多少次 那麼拒絕他們各樣東西 那麼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社工的工資是多少錢呢 那麼這裏其實就是一個不合情理的事情 就是如果我們真是為那個事實去做好它 就是證明這個女兒是不是她的女兒 那麼做這個DNA的測試呢 其實那個成本 其實不算是有幾貴的 當我們一方面可以質疑這對父母 是不是有困惑有問題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那個女兒真是她的女兒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 人家都說不如做DNA測試 而你又不做 那麼這裏是有些值得爭議的地方 那麼另一方面 就是Simon還留意到 這一對夫婦呢 在12月18號的一條影片 那麼他們就有說到 啊原來在當地的法律裏面 那個社工是不需要法庭許可 就可以自己把他們的女兒帶走的 只需要她自己寫個報告就可以了 那麼而且這個報告是造假的 那麼他們就有說到 那麼他們一開始 就相當之混亂了 又被人家混亂了 是不是 那麼所以呢 之後才有時間去看 他們那一份 在12月7號所寫的 12月10號才到他們手的一份報告 那麼就發現了 社工寫的那份報告呢 就說他們兩夫婦沒有認 他們的女兒是他的女兒 這一點呢 完全就是說謊的 那麼在7號的時候呢 他爸爸呢 就已經明確說了 不如就去驗DNA 去確認個女兒是他們的 而直到18號 他們即是政府那邊呢 仍然沒有回應的 而其實在當時被人困住呢 那如果在坐牢獄那裏呢 7號的時候呢 他們兩夫婦呢 其實就已經被抽取DNA 那但是之後就沒有了下文的 那麼就來到這裡呢 又多一個因素了 是不是 那麼仍然都是那句 不排除這一對夫婦有古惑的事 但是如果他所說的 社工的那些情節是屬實的話 那你又覺得可不可以接受呢? 你覺得有沒有問題呢? 然後三民再補充一件事,你又不用說到 嘩,社工是不是真的這樣啊? 因為三民其實之前舉過的某些例子 美國、英國的某個二英港人 都遭遇過這種情況 相關的家長是正正常常那種 然後就被人社工各種操作 搞到自己的子女看不到的 真是開心死的這些 那這種情況,你自己又覺得社工有沒有問題? 然後夫婦其實也有說到一個關鍵位的 就是社工都不需要法庭許可 他自己寫個報告,甚至乎是 報告根本就是在做假的,就可以了 那這個位有沒有問題呢?就值得爭議了 最後呢,仍然都是那句 他們可能有鼓話,但是這個位置 只是去想,女兒是不是他們的女兒 然後他們都提出,是不是可以驗DNA呢? 那如果你說驗DNA很浪費錢啊 你請一堆社工,不是錢來的嗎? 驗一下DNA,已經解決了很不少問題了 那到底是社工人工貴 還是驗DNA貴呢? 那大家可以想得到 好了,在下一則的消息 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表示 過去一年就著23條立法 做了很多準備功夫 重新政府明年內將會完成立法 並且希望明年將關鍵基礎設施的 網絡安全草案,呈交立法會審議 那麼局長在一個節目上就表示 近期發生幾宗黑客入侵不同機構 已取得資料的事件 而不少的關鍵基礎設施 例如水電煤、電訊設備以及金融機構 是香港的經濟命脈 那麼如果被人在網絡上破壞 後果很嚴重 香港運作會受到很大影響 那麼所以當局認為要仿效其他地方 就著這些關鍵基礎設施的 網絡安全進行立法 那麼局長就表示 法律會規管營運者對設施的管理方式 那麼當中可能要做風險評估 設下預防設施、應變方案 進行演練或者預設情報機制等 那麼當局曾經諮詢業界 那麼發覺大部分業界都有這些設置 那麼他期望明年將法例呈交立法會 那麼被問到未來香港和內地兩地 所有連接的關口會否實施24小時通關 那麼局長就表示需要視乎個需求性 因為部分關口夜晚很少人使用 那麼當局要適當運用資源 強調會不時檢視關口的開放時間 有沒有需要延長 那麼再下一則和大家看一看內地的這些流價消息 那麼距離深圳羅湖區只是一個半車程的衛東縣 那麼海岸線上就分佈著雙月灣、十里銀灘等 多個著名海濱風景區 那麼也都吸引了不少開發商來到 那麼不少房企開發的大型綜合旅遊項目 在海岸線上依次排開 那麼維東縣的海景房也都曾經紅極一時的 那麼但是根據內地媒體報導 目前在維東海邊不用15萬人民幣 就可以購買一套住宅的 那麼二手房打折賣已經是普遍現象 而真正想賣出去五折似乎已經是標配來的了 那麼對於這一則的消息 Simon做個補充 那麼報導裏面所說的 不用15萬人民幣買一套住宅 那麼他這裏所說的呢 他就沒有明確地說是不是海景房這些的 Simon 猜啊 這裏所說的不用15萬應該是類似村屋那種來的 那麼所以應該是欠天動地的 那麼然後看那些牌那些照片呢 那麼就是海景房那些大型項目那些 那麼應該都要三十多萬的 始終都是有分跌的 不過講到尾應該都跌了很多這樣的意思 另一方面Simon自己這樣講兩句 就是現在只是看內地都好 那麼內地的樓價處於下行壓力 是吧 那麼然後這個下行壓力的時候呢 這一種地方 他本身是沒有什麼這個 叫做產業去做支撐的那些房屋呢 就跌得更加快 那麼不難理解的 你在深圳北上廣深 是有相關的產業 那幫人要在北上廣深住的嘛 那麼注定一些樓價呢 他們跌呢就有限的 那麼但是你說 就是一些他們附近沒有什麼產業那些地方 那些房地產呢 可能就會跌得更加金了 是吧 另一方面呢也都就是Simon之前 都有講過一下 那麼例如 可能有些朋友來內地生活 或者他來內地退休 那麼這個時候 可能考慮買樓的時候呢 Simon都講過的 就是你可以考慮去到內地 你喜歡那個地方 不如租過半年一年 試一下先 試完覺得OK了 才真的考慮買不買 那麼更加在現在的這些 就是樓價波動時期呢 那麼我自己覺得呢 租樓真是比買樓更好 好了 那麼來到影片最後部分 和大家看一下觀眾留言了 那麼日前的一些影片呢 有跟大家講過一下廟街夜市夜繽紛 那麼就幾成功呢 吸客啦 但是呢另一方面 一公里外的女影街呢 就相對就冷清很多 這樣的 那麼對此有網民就留言講到 根本是這二十幾年間 地產霸權用盡方法去除小販 那麼他們局住去租商店 租金就在那裡出 所謂羊毛出自羊身上 想香港經濟創新高 就要在租金上下手的 那麼 是不是地產霸權去除小販 這些 就大家自己覺得啦 但是事實上呢 就是 Simon這一代人呢 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我的中學時期 都沒有iPhone 沒有智能手機 那個年代我們還有去網吧 去公園啊 去客氣啊這些 那確實是的 我們是感受到 香港小販的最後黃金 最後這樣 但是現在呢 是消失了的了 那麼當然啦 你也有一種很漂亮的說法 就是 食物安全問題 等等這些 但是食物安全這些呢 其實可以做好它的 不是說小販就是食物不安全的 對不對 然後呢 其實大家覺得 真的在商場裡面的那些 餐廳 真的好安全嗎 就是 這裏呢 都是值得想一想的 所以地產霸權有沒有去除小販呢 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呢 小販就真的沒有了 那麼Simon都感受過小販帶給我的一些回憶 那麼你說 現在的夜繽紛啊 會不會是其實等於小販的另一種復興呢 或者叫未來的復興呢 那麼就 就是視乎政府能不能夠努力做下去 是的 另一方面呢 也都有網民就說到 就說我剛剛在珠海北山 走完了 那就是將舊城啊 改成景點的 將那些古老建築物 加入藝術元素 改成教書法班 賣毛筆字掛式 又放些舊款桌椅來做茶社 中菜館 那麼全部都很有特色 當中又有賣些特色產品 那麼又有很多不同的小店 那麼我們每人都用了幾百元 又起同區吃晚飯 那麼度過好遊閒的一天 香港政府真是要派人考察一下內地的做法的 看一下人家怎樣成功改革舊區 那麼多謝這位觀眾的留言 那麼其實呢 就是內地的這個舊區改革的這個想法呢 其實當時Simon之前的影片呢 都有這個想法的 就是我都有想講的 但是最後細心想多幾步之後呢 是 又不可以說要香港 是叫做很積極地去學習內地那一套舊城改革的 因為呢 整體上內地的這些舊城改建呢 他們呢 都有一個特色的 他們的地方就是很多 但是我們香港是沒有那麼多地方的 我們是 始終你說一個廟街 一個女人街 你怎樣做到別人一個城出來呢 你要玩起一座城 你要拿幾條街出來呢 你明不明 所以我們香港 講得現實一點 又是土地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能夠 搞一下這些什麼夜紛紛的 這些活動的地方呢 都是很有限的 所以呢 能夠做到的規模呢 和內地的那些叫做舊城改建 這些東西呢 是會存在整個級別的差異的 那麼之前的新聞那裏 我記得有講過的 好像是廟街旅人街啊 尖沙咀啊 西九文化區 能夠串連在一起呢 就已經是個大項目來的 那麼 你不要說 想著是不是要有幾條街 拿出來然後去重建它 這個 香港沒有這個土地 給我們這樣做 所以這裏呢 是有個差異的 好啦 今天影片就來到這裏 多謝觀眾收看 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 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按按按按按按-按